台灣三方死者被壓成幾折,怨難情侶僅僅相依。 台灣國道3號山梨傾斜後,經過60小時的挖掘。 昨天凌晨,除了掘出被山梨壓到嚴重變形的三部失蹤汽車殘骸之外, 四個怨難者的遺體也已經找回。 據說,有死者的屍體被壓斷至少三折, 家人要靠她穿的鞋才認出她的下半身。 懸難私家車司機的太太難過到真意雲低, 而女的士司機的哥哥就和親友相擁而入。 搜救人員在的士上竟然發現另一部被埋私家車的殘骸, 相信當時南下的私家車司機遇上山梨傾斜, 威力大到將她整架車攀轉,壓在對面車道的的士上。 而美徐的士載著那對情侶Fans淺避不及, 亦一起被掩埋。 懸難情侶掘出來,仍然僅僅相依。 政府已向死者家屬各發出近25萬港元慰問金, 家屬不滿當局將責任推到天災那裏。 全世界的責任推廣, 人數無法探索, 有此為人的責任推廣, 請問我, 請問我。 請問我,